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们刚刚提到您很多的救助野生动物的事迹 不过我觉得最让人觉得感动 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可自信 就是说你完全是自己掏钱出来 掏到后来听说因为我看过您的资料过去 您曾经在商场上也算是叱咤风云一时 那后来呢转变成从事赚全力的投入这个动物救助的 野生动物救助的这个领域里头 甚至于呢到最后呢 这个可以说是善尽家产 那么自己过得非常的朴实的一个生活 您说一说您这样子做 您心中的感受是怎么样 您觉得值吗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用我的努力或者是一些财产和资源 能够救助好多生命 我觉得可能这是高于一切的 这是高于一切的 对吧 我就是比如说有个大陆人说 卡迪来克 我有个驾乘车 假设 我又怎么样 还是我 还是出行 对吧 那我用这些我的时间 我的金钱 能救助好多生命 让它回归大自然 是吧 让我们的后人 我们身上后代 甚至要欺击浮屠 这个恐怕 这个我真的没想这么多 你这里是福报啊 也是福报 我们李伯教授有一本书 这个动物苦难 对吧 对 这就是动物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这真正的大爱吧 你把你的爱传托给这个生态 真正的大爱 这么多年来 您自己大概 你有没有估算过 您花费了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 实际上 我实际上吧 这些年啊 这两年好多了 因为社会大众开始 开始注意了 我过去啊 过去就是单打独斗 那个时候真的花了不少钱 为什么呢 你要开车 那时候没车的时候 甚至有的朋友出车啊 包括有一段时间 我车坏了 然后有一天 我印象特别深 坐了公交车 跑了三四个地方 去救动 反正 没有车 还得坐公交车去 把俩拿在车上以后 那个有的时候 那个老鹰啊 或者什么 把他露出来以后 吹吹吹都有点 挺紧张的 就那个时候呢 我确实很疯狂 疯狂的就是 也不太想到后果 花了些钱 热情 那会儿年轻嘛 所以呢 现在看呢 就是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呢 我不是像过去那种方式的 比如说 现在 我们现在大陆 也在突飞猛进啊 几乎每一家都有车了 现在我让他们 给我送过来啊 或者我在指导 他们开始做啊 我在改变 改变一些方式 我就不要再 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做 而且呢 而且这样的话呢 也影响了很多很多人 就比如说 你参与了一次 这样救助过程 或者一个体验过程 你可能一生中都会改变 甚至影响你家人 小孩子说 哎呀 我家里救了个什么 这座例子 我没有办法举了 对吧 小孩子坚持要把他留下来 父亲要说把他杀掉 当妈在中间 后来找到我以后 那就是毛头鹰啊 包括好多动物了 所以呢 这个对小孩 有很深的潜移默化 对啊 我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我想呢 在金钱啊 时间上啊 我都开始 开始节约了 就是省下来很多 省下来很多时间 省下来很多时间了 和金钱 不然是你时间 跟你的精力 对不对 一个人只能做这么多 你把它分散出来 可以救助更多 而且你就说 这个大洲民众的 这个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他们你推广这个知识 他们会慢慢的 这个舆论 会改变政府的这个法定 对不对 法令 就是 它会跟得上 这个人民所反应 需要的这个事情 政府也知道 所以有定更多的法律 来帮助 对 当然这个有一个 扩散的作用 不过我听说这个 这个李老师 为了要救助动物 比如说你救助 你总不能为他吃青菜 对 那他还得自己 去买大鱼大肉 结果自己 自己吃青菜 生活非常的简单 生活非常简单 在美国 那就是政府机构出钱办的 或者是机构捐权办的 都是很大宗的 这个几千万几千万 现在好多了 过去 那过去的事 咱不说过去 我们要往前看 咱把过去那边翻过去 当然了 过去的时候 我确实是也经常这样 甚至 比如说我 我几乎是不买肉的 因为我是属于 推崇素食 我不是素食 但是我在推崇 或者叫准素食 但是呢 卖肉的一些 阿姨啊 或者我们那些 我们海南叫阿姨 都认识我 啊你来给鸟买肉来了 然后就买鸡肉啊 然后我把那个 那个鸟吃肉 特别挑剔 就是那个老鹰啊 猛禽的 它必须吃瘦肉 对 它肥肉它坚决不吃 对 然后呢 我把那瘦肉剔下来 每次剔完以后 剩它骨架了 我就把它弄到锅里边 一放 然后呢 煮上一锅 然后放点什么菜 白菜土豆什么之类一锅 我经常就这么吃 我印象特别深 有一次央视过 做节目的时候 刚好也赶上了 哎呦 他说完了 我找一帮朋友来 一帮东北 哗哗哗哗哗的开始 这是你看 一帮一锅骨头 它们吃了 是 老鹰吃肉 你们可吃骨头 完了我喝汤 但是现在看呢 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说 哎呀 我很后悔 我觉得特别自豪 是 你们没有这种感受 是 对不对 我有这种感受 而且我给这些鸟吃了 这些鸟健康了 对 这些鸟回到大自然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您的原则 基本上就是说 您基本上是说 最终让它们康复以后 希望它们能够早日地 回到大自然 对不对 这是必须的 对 那个李老师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野生动物 基本上 现在还面临 另外一个挑战 什么挑战呢 就是现在 越来越多人 喜欢呢 放生 放生的造成的 那个野生动物 就是要异地的 去乱放生 不符合那个 规律的放生 不符合栖息地的放生 你就是救助动物 有多少是这部分来的 它又开始挑战过 是 这个在台湾呢 非常 这台湾有一个名词 叫做商业放生 对 这个商业放生 这个李老师 李坚强教授 他呢 他很专业 他提这些问题呢 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叫外来物种 或者叫人工饲养的 对 好了 这些年的恰恰 我这几年恰恰救助多的是这些 对 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的野生 野生的相对还比较多 现在可能少一些了 对 或者是人们保护意识好了 我救助的量确实在锐减 对 我在06年 07年 我是最疯狂的时候 我所有的照片 对 我几乎留下来的 全是那个时候的 对 那个时候我比现在 那个 我已经疯掉了 他也挺帅 对 谢谢 那个我现在变得更帅 是 能够对得起我们的广大观众 是 所以呢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外来物种啊 在海南也好 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啊 有好多什么 比如说巴西龟啊 对 鳄龟啊 对 各种蛇类啊 对 都是外来引进的 引进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个头大 因为它好生长 对 它有商业价值 嗯 然后呢 这个数量如此的庞大 就是全国各地 从海南岛到黑龙江 对 我是黑龙江人 我是工作的海南岛 也就是是最南岛最北 应该你了解我们大部分 是 好了 都有人求助我 关于外来物种的问题 嗯 好多人把它当野生动物了 嗯 就说哎呀 这个龟是野生的啊 好多善良的人把它买下来了 对 买下来干嘛 放生 我们不叫放生 我们叫放龟 龟去的龟 龟来的龟 这是最准确的 放龟 放生就是指把生命放出去 是 放出去 你把鸭子放到深山老林里去 也叫放生 请问这对吗 这不对 他病 他能不能生存 不知道 放龟就是指 这个 龟位 他从这来的 再把它放到这去 龟到原来的地方去 这是最科学的 我们叫放龟 对 那么好了 好多老百姓 这个善良的人 就把它放掉了 他们叫放生 他以为是 做善事 他以为是 我们本地物种的 实际上叫外来物种 外来物种一来了 多了 完了 就把你的生态环境 完全搞乱 对 就比如说过去 我们的血管啊 是这四条 好了 现在多数了几条 或者减少几条 就这个道理 就把生态环境 彻底的摧垮了 搞混乱了 他把我们当地的物种 比如说咱就说 龟的问题 把当地的龟 的食物给抢没了 甚至把当地的龟 强奸了 就是交配了 交配以后呢 叫基因污染 这更可怕 是吧 所以 原来的物种不见了 这个外来物种入侵 在国际上 都是做一个 重大的课题 或者是一个法规来呈现出来的 那么在中国目前大陆 这种现象还是比较严重 那么我们要如何 就是说 那你说这个放规 对吧 那像这种外来物种 怎么样处理 能够让它 物归原位 这个最好的办法 政府一定要控制 一定要严格 它的入境 繁殖量 销售渠道 和销售的地方 你如何把它监控住 你不能把它 你销售出去 不管了 好了 善良的人把它买了放了 对吧 有的商业行为 专门卖那个 有些人放生的 那个团队去了 都去放了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目前 目前中国在这一方面的 这个管理上 还是漏洞比较大 今天这个李老师 提到这事 我就想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我也在呼吁 这个事情不重视 这是对我们国家的 一个严重的危害 非常严重 你觉得宗教界 能起什么作用 因为很多放生 他觉得他是佛教族 宗教界能不能说 给那些 信徒的一个呼吁 就是我们要放规 不是要去盲目放生 对 他们能做什么 你觉得 这个事情 我和宗教界也都打过交道 他们确实是从 放生的角度不错 因为我们华人 或者中国人 有这种保护生命 也就是对的 杀这个护生 但是呢 面是对的 但是方法 完全有问题了 过去可以 过去在50年前 它不存在 从巴西运去的归 对不对 它不可能存在 从广西运到辽宁去 而现在不同了 现在可能是在 一天之内 或者在一个小时之内 有好多物种 开始交叉了 开始旅游了 那好了 那这就是一种 它本来是不在这生存的 它生存不了 所以呢 这些问题就 就是因为现代化的 这种交通污据 造成了这些原因 所以佛教徒呢 现在呢 他就恰恰没有认识到 这个问题 佛教徒过去放生 没有错 现在放就有错误了 而且有严重的错误 你现在再不改 我也在说 你再不改 那真的是 所有生物都会遭殃了 你们就是在好心干坏事 对 所以说在美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罚款 到处都有 就是国内 有牌子 对 有牌子 而且就是 真的会告诉你 劝导 而且在德州 有game warden 每一州都有专门 去保护生态的 执法人员 所以你有法律 不一定有用 你有了法律 要执行 要严厉的执行 重则 它不只罚款 它给你抓去关 如果乱打了 那个梅花鹿啊 或在不在季节 打这个飞鸟啊 什么的 被抓到 他们真的会去抓 而且抓到 是很大的案子 报纸会登出来 让你知道 这是不对的 所以希望国内 慢慢的能够追上 而且像在河里头 比如说在河里头 忽然间发现一条 很奇怪的鱼 从来没看过 这个几乎是中央级的 中央级联邦会 会派人下来 做这个生态的研究 说到底 这一条鱼 是从哪来的 他们必须要 从根源去把它找出来 这些我的 您刚才 你们刚才说的一些景色 包括您刚才说的 这些法律法规 包括科研的问题 我真的盼望 做梦的盼望了 我们中国大陆 有一天也能这样 或者是能够 向这方面去接近 这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其实看得到的 你看你过去15年 你15年前开始的时候 跟现在 你看每年每天 每个月 进步得有多快 这个民众的意识 慢慢的越来越看到 因为我们是从一个 发展中的国家 对不对 经济不建筑的国家 到一个经济大国 所以很多时候 是在宣耀 对不对 宣复嘛 所以要吃这些 起争意 手将这个华人的传统 慢慢的才知道说 真正的这个富有 不是去宣耀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知道我们这个李老师 你自己的生活 是非常极简 非常 对听说 今天为了我上我们节目 还特别穿了这件新的衬衫 要不然平常的时候 是不会 不会穿这么新的大领盘 给大家看 这个倒是很符合我们德州的风格 对 德州 德州人一般在家里 就穿了一件 我把这个秘密说不说出来 这件衬衫的秘密 说吧 请说 说吧 这个挺丢人的 我们东北话 我说东北人 哎呀妈呀 真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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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李老师啊 我去他家了 嗯 我穿的是一件T恤 嗯 画着熊的T恤 是 李老师说这个 你穿这个上镜 可能哈 不是很那个 然后 他从他的衣柜里 哈哈哈哈 给我拿出了三件 嗯 哦 李老师是很富有啊 哈哈 当然了 他很考究 因为他是个学者啊 然后拿出了三件 你来选 嗯 然后我就选啊选 最后我记得 这件怎么样 哎 嗯 不错嘛 嗯 好像良神定做的 是 然后太过找了个领带 哈哈哈哈 您个儿这么高 都还可以穿着下 对 其实是这样子 现在国内啊 现在有种新的一些 那个进步 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人追求什么 嗯 不在于追求名牌 极简主义 不在于追求 你要穿什么东西 是的 嗯 而在于看你的生活质量 而很多人呢 越来越推崇的生活质量 比如说素食是一个趋势 嗯 对吧 比如说你有时间 你可以去海滩 去晒阳光 去那个享受美食 但有些呢 会把这个宝贵的时间放进 救助 那个比如说动物啊 对吧 越来越有这么做 还做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啊 捡垃圾啊 到那个动物收工所 去帮人家 那个狗狗啊 去遛狗啊 这才是真的 那种新的取向 像现在美国的情况 像这个马建应该很了解 美国年轻一代 其实这个吃素的风气啊 比我们这一代要好 要多 不是为了宗教 它就是为了环保 为了环保 为了地球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 就是说穷在学校的时候 就开始吃素 所以在这个 奥斯顿你看这个 德州最有名的 U.T.奥斯顿大学 旁边其实 每一家餐厅有 即使它不是素菜餐厅 它的餐厅里头 菜单里头 一定有素菜的这一部分 所以每一家都可以供应 而且而且像年轻人 专门看说这个容器 塑胶的容器 我用的刀扎是不是 Bio-degradable 是不是能够环保的 是不是绿色的 还有都证明 甚至餐厅下都专门找 这个建筑师盖的 是绿色环保的建筑 盖出来的房子 就是有certify 美国政府会给你这个退税 给你一个优惠 我就是功德心 是从小开始的 我记得我在这边念 小学 中学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学校 还有这个户外的课程 会要求你去捡垃圾 或去做义工 会回馈的时候 是自动的 是发自内心的 你觉得这是我的家园 是 这是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们要献出我们自己一份 国内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意识 像台湾最有名的景观 就是在垃圾来 收垃圾的时候 你知道台湾最有名的 美国这个CNN去拍 都专门拍这个 台湾拉机车 一个礼拜才一次或两次 来到那天 家家户户都盼 听到那个声音响 就带着那个 你知道自己 自动分裂 自动下来 各体来 这个是可以还 这个可以是塑胶的 这是不行的 大家就排队 就像一个顺便跟聊天一样 变成一个每个周的一个 交易活动 这是一种很自豪的一种行为 是很自豪 天哪 我真的又要呼吁 我说我们国内的这方面 真的是有待遇改 我再给你讲 简很简单一个律师 有些朋友 包括那 我也是华人朋友 当然美国人 这可能会更多一些 非常富有 非常有钱 但是给小孩子 不去买新衣服 都是比如说 甚至问过我们 你女儿的衣服给我们 给我孩子穿 为什么 他为什么 不是说没有 他非常有钱 他因为说 为什么要把它浪费 因为你还要用资源 再去做那新衣服 这是新的时尚 这里的社区 其实 你看我们这边社区 几乎每个礼拜 都有这种 车库拍卖 其实车库拍卖 都不见得说 真的说是 为了赚钱 而是说他趁这个机会 邻居交换一些东西 他也可以交流感情 这是废物利用 我到那个 那个是什么州 我想想 我忘了 什么城市忘了 我就发现 有一个绿色的桶 然后画着裤子 衣服那个循环 后来 我的陪同人员 才告诉 这是回收 衣服裤子的天 我把它拍下来了 我说我回国的时候 我一定 我因为经常是 开展环保讲座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你到我家里去 李老师你再去 我请你到我家去 你看看我的衣柜 对 没有新衣服 对 我家里没有空调 在海南岛没有空调的人 情分多不 是 绝对没有 就坚持坚持 没有 没有 我冲厕所的水 如果用清水冲 我有犯罪感 对 因为海南岛洗澡比较多 我洗澡的时候 好几个盆 沾到盆里边 全留下来 然后倒一点倒一点 几乎不用 清水冲厕所 对 一次性的塑料袋什么之类的 我买菜都知道我 买菜的人都知道 他自己要袋子的 自己带袋子来的 对 所以我在努力去做 对 所以我做出这个示范来 对 那您觉得 您这种示范 在这个 目前的中国社会里头 民众的接受度怎么样 很低 还是很低 是不是 就是我的做法 大家 就是理念上 大家还算好一点了 但自己做不来 做不来 我现在所担心或者是所这个担忧的就是我们国人的环保意识都挺强了 为什么哇雾霾啊这个什么什么污染大家都知道了水也臭了天也灰了都知道都在说 再是你有没有在想到我要伸出手来去做 对 就是说你你李波一个人做 那么好了 那我们四个人都在做 好了 那你又把你家人船这个去去感染 对 那么就有希望了 对 对 就是中国现在这样 大家不能停留在口号节外 对 意识是有了 但是呢 像那个拿自己的那个行为去表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当然 还不多 真的不多 我觉得这一方面政府的宣导就很重要 我就在找这样的人 对 找环保 真正的一个环保主义者 我很难找到 廖师我们讲公平一点好了 其实在美国 比如在休息中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很美好环保 带着自动 也是在好的社区 你如果到这政府的这个 政府的这个出租的公寓 这个project 你到三国 到城中区 也没有人在环保 当然 因为当你这饭都吃不到的时候 谁会去想环保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着说 看这个知识跟教育程度的问题 我像在北京 北京东三环这个区的 或是上海 浦东浦西街比较好的 大家都知道 还是希望能去做到 他们不一定知道怎么做 他们知道这个理念是对的 所以你要一直这个去 去训导他们 去宣传 这个我们觉得 我们说一下差距 当然了我们两个国家 有好多共同点 对吧 那么差距就是 这里呢就是 我们每个人环保 但是这里人家这种消费量比较大 我看 我也去过美国人家里 比如说这个 住那个公寓 不是叫民宿 这种 天呐 他家里洗衣机 空干机 这个机 那个机 哇哇哇 什么东西都要用机器 全部让我搞蒙掉了 用地 我的天呐 对 我的天呐 他居然那个灯 他在山头上 完了这个灯 我说可以把它关掉 不 昼夜开着 我走到哪里 我就要关灯 等一下我就 我把你们演模式 我走的时候 我要关灯 我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惯 但美国人呢 可能就是这种意识 还好我们等一下一定会关 美国政府常常说 中国政府的不环保啊 什么买 其实深圳制造垃圾 美国人制造的更多 消费量太大了 但是呢 我又说了这么一点 就是美国可以自豪的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生态承载力 因为我们的人口 相对要少很多 土地跟人口的比例 而且我们的自然环境 还好很多 美国到处是野草 在中国很难找到野草了 野草是一个让人得心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 政府在从事任何重大建设之前 对于环境的评估 这是很重要 因为环境的评估 老百姓做不来 那时候只想到经济改革去开发 一定要做好环境评估才能做 所以很多人批评说 美国的这种建设工程 硬体工程特别慢 其实我倒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中 要把环境评估做 要把时间搞清楚 所以这个时间 大家必须要付出的 我看到了美国盖房子 除了地基 底盘之外 都是木头的 底盘是水泥的 我看了 我拍了好多照片 就让我感叹 对吧 木头本身 它是最环保的一个材料 对不对 又抗地震 等等等等 我们不再说了 那就是说 美国现在呢 我要呼吁美国的这个政府 也好什么也好 一定要开始敲响警钟了 就是说 如果这种生活方式 还要延续下去 就像我说那种 你是家里边什么都有 多到不能再多的程度 占有了大量的这种资源 消耗大量资源 我们可以兼约的东西 一定要开始兼约了 当有一天 我们的生态承载力 就等于你这个肩膀 扛不了80斤的时候 好了 你还要再继续往家担子 那你就要压垮了 我想美国老师 不要这一天 给美国的这个 是非常中肯的 一个提出一个中肯的建议 因为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 其实觉得美国人真的很浪费 比如说你去一个麦当劳 买个快餐 那个卫生纸一拿出来 老家那个纸巾拿出来 是拿十张二十张的 我的包包哪儿呢 你看看我的纸巾 一定是循环用的 我擦完了以后 我觉得好大一块纸 没有问题 我自己擦过的 又不是擦你的嘴巴 我会把它放到口袋 我的包里全部是这样 美国人是擦一只手指头丢一张 擦十只手指头丢一张 所有的厕所里 你厕所没去过 我跟男厕所里边 所有的喜欢手的都 大指 小指 各种指 天哪 后来我才明白 他是用这个来擦这个擦那个 擦这个擦那个 那李博老师 我想最后一点点时间 因为您扛了这个大气 就像你讲 也扛了十五六年了 那么未来呢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社会大众的参与 才能够让这个环保意识的影响力 更加的扩张 所以您也创立了一个这个动物110的网 您说看这个动物110当初创色的想法 以及目前的成效如何 就是我现在走了这么多年吧 就是环保意识 这是我的生活习惯 我就融入到生活那边去了 而救助动物呢 我说了这是我的一个追求 或者一个叫信仰 对吧 有环保意识就是生活方式 那很简单 并不复杂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那就是说我现在呢 也在国内开始做众筹了 我以前就 我觉得还不能跟人要钱 要钱以后别人会说你 你这个家伙 你这个家伙 怎么怎么这么恶心 现在看呢 很多人也说了 李老师你就大胆做 因为你要来的钱 比如我要来的钱 也不是放在你自己口袋里 对 你们几个去 你们几个来 最佳是影响力会更多 对啊 可以帮助更多 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对 好了 我现在开始众筹了 好了 我说今天早上 我那位来美国的伙伴 李老师 你那筹一万多了 我说你也关注了 他说是 我也在筹集钱了 募集了 当然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 不是说 一定的 我花起的 必须的 那么就说 好了 我把这个钱弄下来之后 比如说我再建一个笼子啊 再建一些基地啊 把有些危难中的 我就直接给它放进去啊 对吧 就免得 哎呀 这里放不了 那受伤 那痛苦 医院等等 一系列的 我家里又搞得 不像家的样子 是 这都是公开的 你木来款的公司的基金 都是 大家都会知道 你用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透过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个参与 可以让这个效率 能够更提高 没万一 我想他参与同时 他也会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触动 说 我为这个 我们叫海南动物避难所 我也捐了十块钱 还有人捐五百的呢 我好几个朋友 哎呀 我真的好感动 我说 你给我压力好大呀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 李博老师啊 专程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给大家有很多的启发 其中我觉得 最让我感动的一点 就是说 李博老师救助动物啊 他并不是站在一个 人类自我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 好像我人类是高高在上 你们都是让我来救的啊 他完全是站在一个互助的 跟动物平等的角度上 今天你救助动物 动物维持这个大自然 这个大自然 让我们人类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在这里 向您这个提出 最高崇拜的一个敬意 谢谢您来参加 也感谢各位 今天一起来参与讨厌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